慢生活快娱乐,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12月25日,廖思维晒出与母亲孙芸的合照 照片中的母女俩对着镜头嘟嘴卖萌,十分相像 而已经42岁的孙芸芸与21岁的女儿看起来完全不像母女 说是姐妹也不为过 在另一张合照中,女儿廖思维还把手放在妈妈孙芸芸鼻子下面 做出搞怪的动作,可见母女俩的关系也是非常好了 而母女俩不光是外貌十分相似 此前孙芸芸也曾晒出母女俩穿着礼服的蜡罩 可以看到母女俩的身材也非常不错 虽然42岁的孙芸芸和自己的女儿合照看着像姐妹 但是在此前曝出的孙芸芸与老公廖正汉合照中 可以看到廖正汉已经满头白发 发气线也很高,显得老胎十足 与孙芸芸对比起来感觉年龄相差太大 像是妇女,但其实廖正汉只比孙芸芸大七岁 而说到孙芸芸就不得不提起她传奇的家世 孙芸芸1978出生于台湾台北市名门子弟 父亲是太平洋电线电缆集团董事长 孙道存 母亲何念慈是元大政策副董事长 祖父是孙法民 中国电缆县之父 可以说她是喊着金一堂石出生 她还有一个姐姐孙芸芸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豪门千金 他们从一出生就是众人保护的对象 更是被宠成了公主 从小就是有专门的司机和保姆保护着 大一点就到洛杉矶留学 她每天的生活都是无忧无虑的 就连人生大事都不用自己操心 值得一提的是 孙芸芸的妈妈是绝对的美人胚子 看来他们姐妹俩都遗传到妈妈的美貌基因 可是他们爸爸孙道存风流成庆 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 自1980年代末期集 与母亲和念慈分居 曾交往过三任老婆三位前女友 并且另于隐心严宁同居十余年 并另育有二子一女 而面对父亲的花心 孙芸芸始终站在妈妈这一边 还表示说孙夫人与内人都只有一个 就是我妈妈 2007年 他们母亲因不堪忍受风流成性的父亲 而选择离婚 2010年再婚嫁赶了加州电子业 富商田立行 2009年 孙道存宣布破产了 还被称为欠税大王 2009年 孙道存与自己初中同学女儿 小他32岁的吴亦平注册结婚 但破产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上流生活 他依旧和娇妻出入高档精品店 大肆购物 在被媒体曝光社会广泛指责后 孙道存则表示 私人物品的张琼林 及前女友所有 他手上的信用卡系 女儿孙芸的付卡 他也未拥有任何不动产 不过他10天内会先还款 新台币1元 以表示诚意 即使父母婚姻不顺利 而且父亲的私生活一地鸡毛 但丝毫不影响 孙芸芸对自己幸福的追求 相对于其他名媛 女明星们 她的情史太蠢杰了 孙芸芸13岁 就在圣诞派对上 认识了比自己大七岁的廖振翰 她是台湾商界界的 三乔实业董事长廖伟志之子 孙芸芸对廖振翰一见钟情 看到她和别的女生聊天 还闷闷不乐过 但是当时 廖振翰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 因为她太小了 怕朋友说自己是变态 但是孙芸芸14岁时 他们俩人还是成为情侣了 真的是门当户对 肩童玉女 孙芸芸在康熙上回顾恋爱的细节时 说当时是廖振翰拉了自己的手 然后自己就爱上了她 开始倒追 廖振翰家和孙芸芸家 也是门当户对 其父亲是台湾三朝集团董事长廖伟志 台湾有名的威风广场就是他们家的 两人恋爱七年后 于1999年结婚 当时孙芸芸只有21岁 他们豪华的婚宴摆了200多桌 还分成了楼上楼下 婚后四年生下女儿 接着又生了儿子 廖振翰虽然同样出身很好 但是也非常努力 他11岁当起的小留学生 曾经为了存钱给朋友打电话 而去高尔夫球场当赶地 背一袋高尔夫球20美元 后来廖振翰取得澳大利亚 格瑞菲斯大学企业管理 及日本文学双学位 1995年 廖振翰在澳大利亚念完大学 准备攻读硕士 被父亲三桥集团董事长廖志伟 召回台湾 负责威风广场开发仪式 24岁就挑战一个 投资额50亿元的购物商场 叶剑说他是小孩开大车 廖振翰也知道 大家等着看他的笑话 但他上任第一年 就让商场获利 营业额超过60亿元 后来微风广场于2001年开幕 成为廖家的主要王牌 是台北第一座 完全以美式休闲风格为主题 所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 属于比较早的高级商场 成为不少名流爱广的场所 孙云运本人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精英能干女人 她担任老公旗下微风广场时尚总监 开创了自己的饰品及品牌时装 还代言他们公司的顶级化妆品 事业做得丰收水起 2008年 孙云运备了一款黑色蟒蛇皮包 立马就被抢空了 孙云运同款一票难求 甚至很多奢侈品大牌都邀约她合作 还经常上杂志封面 漂亮时尚一点不比女明星差 她背的包包穿的衣服常常卖到断货 早在十几年前 孙云运便是如此成了IT girl 疯狂带货 狂甩现在的主播们几条街 很多人都说孙云运很有望夫相 不但自己的事业做得很好 老公的事业也是做得如鱼得水 孙云运为人谦和大方 人人特别好 除了名媛朋友 她认识的明星也多 小S 肖尔萱都是她的好友 她还和关之林舒奇 贴面拍照片 和刘嘉玲牵手逛夜店 在2012年威风广场举办的一场豪华的主题晚会 晚会邀请了当时娱乐圈一大半明星到场 孙云运作为主人热情招呼 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 跟女神一样 很是耀眼 全场爆棚 当晚引起了高消费热潮 几个小时就突破13亿的收入 她是一个闲内住的角色 为自家商场打造品牌 同时也毫无疑问 还是一个阔态 所以说她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第一少奶奶 网上经常会爆出 廖正汉在外面有小三的消息 甚至称廖正汉因为有外遇 与孙云运离婚的消息 对于这样的传闻 廖正汉表示很惊讶 称现在自己呢 天天忙得根本就没有时间搞外遇 也只是传闻 其实孙云运和老公廖正汉结婚那么多年 他们的夫妻关系都是非常的甜蜜的 婚后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孙云运也毫不避讳地说和丈夫的婚姻生活 称依旧很有激情 孙云运过41岁生日时 还晒出和老公的亲密照片 看起来依然是被当公主一样的丑 而且啊 被说像是爷爷跟孙女 她保养得太好了 孙云运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在事业上 都是人生赢家 难怪在现在已经42岁 并且生了两个孩子之后 仍然看起来这么年轻 令人羡慕不已